快速標注 那標注部分的話 特別是比如說這個面上面 你要標這個角度的話 一樣門就三點 那特別是一定要逆時針方向的 不然你標出來的會這個有問題 這個標出來的話會顛倒過來 一定要是逆時針的三點 決定一個面 那再來的話標注一下 比如這邊的話要標注什麼 標注它的比如說浮腸好了 這個浮腸多大 點一下 可以把這個地方再做一個浮腸 把它標注出去 這個地方這邊就可以看到 OK 那這個浮腸就能看到 39.1 39.1 OK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方式 那像這個地方怎麼畫 首先的話請你先切換到前四角 好 因為它是一個用什麼呢 用這個迴旋 前面我們用過迴旋嘛 對不對 那請你一定要記得 你要去 就是假設你先看到一個實體的東西好了 假設是煙灰缸之類的東西 像這個有點像煙灰缸對不對 那你看到一個煙灰缸 你就要把它畫出來 那這個尺寸部分你可以用量的 你大概兩個大概 然後上面你就要思考說 我要做出一個迴旋的時候 特別注意就是說你要把它做什麼動作呢 從側面 從那個前面看有沒有 前面看之後的話請你一刀兩段 之後的話它這個中線 就是所謂的它什麼一個軸 這個軸就是說 你要決定三百多次度迴旋的那個軸 中心的這個軸 那再來的話你只要畫一面 一般的話我們會畫什麼 畫左邊的部分 左邊的部分 所以原則上我們大概只要把這個地方 這個我畫出來的部分 把它先畫出2D的部分 就可以在這就迴旋 這個這就可以三百多回 這個就一個 我們再做一個迴轉 那再來的話這邊有一個槽有沒有 這個槽的部分可以用這個畫一個方塊 然後在底下做一個圓角 然後再把它做三百六十度 四格 也可以最後再把它挖掉就可以 用那個插擊的方式再把它挖掉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個 請你切換到前四角 切換到前四角之後呢 我們先把左邊的部分先畫出來 畫的方式請你特別注意 這邊有幾個尺寸 那各位可以看到 十七支十二頁這個地方 中間的那個前四圖部分 我們先畫左半部好了 那左半部部分的話 首先第一個 先從這邊上面 它的距離是多少 上面這邊有多少 30嘛對不對 上面的部分30 再往下的話多少 高度多少 60